工人忙进忙出就是要赶工拆掉这栋房子 来到建筑物的另一侧 可以看到工人内外夹工 敲下一片片玻璃门窗 原来这栋房子是位于蓝宇的一间民宿 不但是为鉴 而且业者的行径霸道 让附近居民再也无法忍受 住在隔壁的居民非常不满 经营民宿的严新业者经常乱停放摩托车 并任意丢弃垃圾 经过多次劝告 却完全没有改变 再加上维建民宿侵占到他人土地 最后走上法律途径解决 原本要在102年6月进行拆屋 经双方协调后 延宕到同年11月前自行拆除 不过因为业者迟迟没有动作 最后早来主管机关强制拆屋 就在21号上午 台东地震部门伙同20多位警察人员到场监督 进行违建拆除作业 这也是蓝宇史上第一次由台中地方法院执行的违建拆除工作 记者赖永成李维哲 蓝宇采访报道